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何时开通 你说了算 2018年1月8号 北京站报名人数破20万 即将开站 这一消息铺垫盖地 引起了北京市郊伟的注意 美团还没有办理申请手续 并没有经营资质 于是就约谈了美团打车北京站的负责人 要求美团必须按照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北京市相关规定等法律法规 办理网约车相关许可手续之后再开展业务 美团打车北京站暂且搁浅 与北京站同名相连 南京站的美团打车也被约谈喝茶 根据南京市的网约车管理条例 外地牌照车辆是不能在本地经营网约车业务的 之前被滴滴出行 易道运车等平台淘汰的非南京牌照车辆 现在转入了其他网约车平台接单经营 美团就是其中之一 南京市客管处对此有话要和美团打车南京站说 一 网约车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经营 二 平台要加强对从事人员的管理 美团打车也做出了表示 北京南京两站已经开始进行 网约车许可证等相关手续的办理了 美团打车一切合法经营 坚决守法尊贵